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和聖誕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雙雙是下對角的布局 那左上他低掛我的小木 那這邊呢 我來選擇一個簡單的袖側之間好了 對此黑棋在右上低角是非常常見 就是因為我這邊尖起的話發展方向顯然是在上邊 所以他先行一步低角過來 方向顯然是不錯的 對此呢他左邊沒有拆 我可以考慮左邊夾啦 那另外簡單掛掛角應該也都可以 我實在選擇掛角好了 那他就飛 這邊我要不要選擇拖進去啊 好走走看 這個布局呢 前面一開始 左下角形成這個定式 喔他直接衝下 衝下相較於沾住是稍微少見一點點 不過我就先斷一下 這個一定要先斷喔 你如果直接單斷 腳上會被黑棋可以沾在這裡 那樣子的話黑棋外面太厚 那我這邊打算立下 這邊白棋外面也可以考慮先沾一個啦 因為 沾黑棋就會斑嘛 那白棋再回來立下也是可以考慮 那如果不沾那一下的話 黑棋有可能會打四路 不過其實也都可以下啦 所以 喔黑棋如果打四路也是一個變化 打四路我就 也可以跑 也可以不跑 他這邊立刻打次的話 我也可以馬上沾住 那黑棋這邊有尖有貼的 喔飛這個喔 飛這個我比較沒遇過耶 喔這起也可以飛一個喔 這怎麼下 尖嗎 第一感覺得 單貼有一點點俗喔 貼臭拉長 我再還是得貼 他有沒有可能斑 他也有可能斑 這樣子直接貼好不好 不過貼完這其實也還行 因為後續這邊有個點刺 看起來還蠻痛的 那如果用尖的話 他大概也是會貼 我長他在左邊三路跳 那其實也看不出到底哪一圖更好一點 貼完貼 當然第一感總是覺得這個貼 好像是屬手 貼完貼他斑 我這可能也不太 這感斷嗎 不一定好 還是說尖呢 尖的話他貼我長 他左邊三路跳 我也是跳出去 不然我就還是尖好了 總覺得貼看起來還是酥一點 尖他大概也是會貼吧 哦 尖這個 哇 這個是新變化嗎 還是他 有研究的東西 我就不太確定了 局後再看一下AI是怎麼 怎麼講 那我這邊出頭是貼左邊還是 貼下面感覺湊他這邊長或者跳 好 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我可能貼這邊好了 他如果要在這附近走呢 我就 點刺一下 看起來還行 哇他左邊先跳一步 那我這個 長或者挖沾 長好了長應該不虧 那他左邊大概會沾住 或變一個也可以 那我這邊點刺 左邊他形成這個結構 不過看起來也沒有到 非常厚 這看起來是有點味道 點完衝完斷 但暫時是沒起啊 但是 如果說我這邊有團到 那左邊就出現點的一些保衛了 因為他現在是靠這個 沾住有個先手 所以才沒起 那我這邊應該繼續長吧 明顯繼續長 他如果只能三路爬行的話 那確實 七行是比較差 應該會跳了 那我中間要不要把它弄斷 這一弄斷我剛才 左邊所說的這個點的問題 好像就跑出來了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這個沾已經不是先手了 所以他剛才前面併在這邊 也是裡面有點缺陷 如果這個有個便宜可以刮 那他左邊幾乎木都沒了 喔 還是沒補 不補我可能馬上點喔 點完衝再看一下 應該沒什麼問題 點完衝擋打吃 他如果敢沾 我這一拐打 這收氣他不行 好 直接弄 哇他左邊被我這一刮 也是挺虧喔 沾不上了 沾不上了 沾上我直接拐打完 你收氣他不行 所以這一頓是收的挺舒服 而且他下面這個結構看起來也不太好 對吧 我這邊如果打一個他是 這怎麼 這怎麼動 打一個他大概只有貼出 打一個他這邊有個衝 不過衝我可以虎外面 其實 奇形是還過得去 所以他的貼出對我來說應該不算很嚴厲 那打完之後再跳嗎 他也跳這個 是有點想打 因為打的話 他後續這邊還有個點 所以他這一塊 根據地還是蠻薄的 好吧 該打就打 他應該是只有貼出啊 這個不可能被我蓋進去 那太酷了 那我下面這邊 有沒有可能去蓋一個 他就說就簡單跳出 簡單跳出 他大概還是會跳 那我可能 左邊要考慮要補了 不然他就算跳過來我也很難受 假如說跳 跳 然後我虎左邊的話 他這邊也是有可能再繼續跳 那我也在跳 嗯 這樣子這邊有可能被飛一個 看一下怎麼下 這個次序 我可能不急著跳這個 我感覺 我就單蓋一個 是不是也行 我單蓋一個他應該會挖 我這樣子打穿長 應該也可以下 應該也可以下 反正我重點就是要讓他下面這個 我重點是要攻他下面這塊 然後這時候我是要沾嗎 還是長這個 沾或者長 這個頭一扳下去 他還是蠻痛苦的 這邊我沾如果說是 長的話他大概會爬 然後我就立下完半沾 他這邊有個尖 我可能沾好了 沾他如果走這個我可以考慮半三三 半三三他應該會吃一顆 唉唷用連斑的喔 連斑看起來不便宜阿 連斑看起來不便宜 他如果單場我這個頂還先手 哇他這邊騎行看起來蠻有問題 喔他是要搶拖這個 拖這個 拖這個又是什麼 這看起來有點怪 拖這個我一擋住 他這個有東西嗎 退沾住 退我甚至爬了 唉再沾 哇天阿 那這樣子他剛才這個 拖過來是什麼意思 太虧了 太虧了 雖然腳肯定還是可以活啦 但是太虧了 擋這個會不會好一點 擋他退我沾住 不然我還能跳 好像也行 你如果吃的話 吃的話也行 都行 不然吃好了 吃看起來也厚一點 他還得透過這個 這個沖我剛才講過用虎的就好 唉唷 不過他這邊搬出 還是有點嚴厲性 但是他剛才 他這邊畢竟還欠一手 我這邊輕處理 喔對這個搬出 我有點忽略了 這個搬出 哇這個搬出看起來還是痛 我剛才只想到用沖的 這個搬出 哇有點不好收拾 7 6 5 4 3 2 1 等一下我想想喔 現在 嗯 重點是左邊這一大坨不能死掉 那個太大了 木樹 光木樹就收不了 那下面這個 我先打斷 如果單連半他這個斷打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下 先打斷嗎 9 8 打斷完硬長敢不敢 呵呵 打斷完硬長 他要長 中間我就這繼續拉出去 主要是想說這5顆也是關係到他整塊起的厚薄 因為我如果送他吃了他就 拒厚了 但是這個長出真的有點 有點勉強 8 7 6 5 4 3 2 1 有點勉強 但是又不想要 這個跳好像也不太像好奇 對啊他還是打 不過他 打這個他還會長 那還是不行 沒有想到一個清楚你的好下法 走這個那我虎吧 虎的話他這邊還是得 還是總是欠一個提 自己的 哎呀虎過來會不會有點重呢 至少跟他換一手 不過我現在這塊真的滿重的 說實話 他剛才這個扳出我好像 應該是明顯是沒有下好 沒有下到最好 不過他現在從這邊扳又是啥意思啊 還要再搬 哇 對方突然發力了 不然前面下的感覺有點怪 當然我的一些應對也不是下得太好 我這邊先斷打 打吃 打吃萬貼怎麼樣 哇感覺好酥啊 藏出去 打吃 如果打算貼這邊還是欠著一個打吃 單藏好了 哇有點不會下 但他這邊馬上有一個衝打 我如果要就下面只能用這個 唉唷他拐左邊 這是一個好機會 不過左邊好像也會被他幹掉 這樣一飛是不是就死了 左邊好像還是想救啊 左邊先救一下 因為現在我救出去他這邊還是欠著一手 喔他秒長一個 但是秒長就讓人想拖先啦 這是不是一個好時機 感覺非常不錯喔 這時候我來沾一個他右下 掛掉的話這樣子 收穫非常大 再看一下他藏進去我大飛 確實是死掉沒有問題 確實是死掉沒有問題 那就沾住 他這邊貼出我就搬 看起來是還好啦 那現在重點是 這塊只要能跑掉 那他右下全死明顯就大虧 貼一個 貼一個我跳是啥 跳他弄得死我嗎 如果夾 夾我可以沾他挖來來 可以自己拱活一個 算了其實藏就好了 藏他衝我就齊心鳥一點 就Q一個 忍入負重一下 也不見得Q 貼完頂應該更好 嗯貼完頂應該是好一點 不過貼他應該也不會拐 貼他可能就從這邊貼了 各有利弊 因為你如果貼這個他貼 我可以再貼左邊 好像也還行 那就這樣子 喔結果他是瞄拐 那我就頂住 還是蠻重的啊 但是離左上的這個 不遠了 離左上兩顆子不遠 喔 站在這邊我拐他一定扳 要不先靠一個 這邊左邊怎麼覺得他有點味道啊 但是我這邊兩顆還沒沾上 他肯定沒起 9 8 7 6 5 要不先靠一個 4 3 2 1 先靠一個他應該是會挖斷嗎 還是他要扳這個 喔 用扳的 不過扳我虎的話他左邊如果被我貼下來 應該也不行 也不能說不行啦 就是 總感覺 騎型上蠻 蠻 蠻不好 但是他現在還有什麼可以下地 也只能幹到底了 看起來只能繼續弄 那我就貼下來 那弄一弄我在拐中間過來 他這邊畢竟剛才我講說他還是沒連上 沒連上就是沒去提一顆 欸對耶 我這一沾他下面也沒火耶 突然想到 剛才都忘記他一直被他弓 我就忘記他下面其實也沒火 那我 搶個時機去沾一個 雖然我被鋪成一坨大餅 但是只要中間他殺不死我 那他下面就自己沒火 對吧 他這個 擋住我隨便大飛 看起來眼位肯定也不夠 哇 硬沾 夠狠 明顯是個狠角色 真的夠狠 步步進逼 糟糟不離後腦勺 就是這種情況 他應該也只有跳方 這棋型絕對是跳方 對這個是基本 基本棋型大家都會的 就是一定要跳方 不過我等一下靠一下他可能還得去提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應該先不急著下那邊 我先把他拐出去 拐到斑我就跟著斑 他應該會連斑 不過這個對手應該現在會瘋狂追殺我這塊了 不然他又下一死 目數差距應該是蠻大 他現在賭定是會瘋狂追殺我 不然一定他會連斑 那我就長還是什麼 要不打一下 要不要打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應該也沒什麼 因為反正應該不會打另一邊了 不然這個 算了就一條路走到底 繼續長 他應該會繼續貼 我就長 左上的袖色尖應該是還好 因為後保上我隨便踢 肯定是火旗 沒有問題 沾住這個應該也是命令型的 應該沒什麼好考慮 那 不過他這邊讓我多一顆 這樣他貼的話我可以 比較能跳 喔 他還是補回去了 對啊 可能也 覺得說下面這塊 畢竟還是沒火 很難再追殺下去 不過這樣的話上面就該我說話了 我先把這邊 他的回頭路給攔斷 這樣子他這六顆有點薄 還是蠻薄的 這個先靠一下 他應該還是要提一個 總不能這樣挖毯 然後去打拔這個做火 那個太慘 不過我這邊好像包不住他 這樣大跳 很勉強 還是我就順順的降落下去 我覺得我這邊 可能不要追殺他 會比較好 這邊怎麼下會比較好 我就順順的走 等一下用一次想想 這邊要硬包 真的看起來太勉強了 而且應該也沒有必要 對啊 還是回歸初衷嘛 還是回歸初衷嘛 我們就 把自己這塊穩穩的跑好就好了 對回歸初衷還是蠻重要 不過這個梯 能夠把左上順便照顧好像也不錯 但是這邊好像度不太過 六 五 怎麼下會最順 三 二 一 要不就這樣吧 跳一個 本來是想大飛啦 但是跳不知道會不會更好 直接靠住 直接要靠 好 他想要借力 借力看能不能繼續攻我中間 確實 唉 我這個要扳嗎 敢不敢扳上面 8 7 6 還是扳下面好了 扳下面他應該會退 退這個 然後我再長 他是用長的 長這個 這個 我如果貼他會不會直接 貼死我 雖然看起來他很勉強 但是 會不會真的就被他硬弄弄死 9 8 7 6 5 4 算了算了我保險一點好了 不過這個被拐還是有點心痛 但也還好 唉 還是我打到一下再回來 他現在拐的話我再扳 他現在拐的話我再扳 我走這個他如果拐 我 我可以怎麼下 跳出去 拐 啊貼拐扳 他來 我可以打吃 9 6 5 4 我好像可以喔 那就走 只要他拐我可以 有後門可以 走 我就行了 先扳一下 他還是繼續 不依不饒 他這個段是還好 我打算沾他拐 我可以沾住 他扳頭 我可以虎出去 所以 我這邊中間先跑出去 再說 我這個小跳 感覺是有點問題 好像沒有下得很好 走這個打下面 然後再沾住 這個是沒有問題 他如果要拐 我甚至先扳過來 嗯 他立下 我也可以考慮去扳過來 對吧 我如果左邊整個把它幹掉 我就不用管上面什麼的 走這個扳 等一下我如果沾 我如果沾的話 他也是會猴這個是吧 8 7 6 5 4 3 我看我直接幹掉他左邊好了 這樣也省得我中間在那邊擔心會被他弓什麼的 好 直接沾住 他如果要吃我 我就 便宜兩下 然後左邊一尖踢 這應該也不用踢啦 就保留好了 左邊補一手 這樣踢住應該是蠻穩的 好 左邊這邊也收下 那 整塊厚薄 都沒有問題了 這夾 等一下喔 這夾會不會出事 立一下 挖沾 斷完之後這邊 氣也還好 這邊是有個體 所以沒有氣井的問題 我剛才忘記先算這個夾 夾也是略噁心耶 這邊也是有點噁心啊 還好鋪完這邊是因為我這邊有個體 所以 不會說什麼鋪完有個接不歸 其實剛才如果就沾上面也可以啦 把這邊吃住 那他中間要後手連一下 我在中間打過來 其實 他應該還是 不太行 不太好 剛才上面沒煎掉 我是想說保留啊 將來會不會說 有可能用到點這邊 這個段的這個權利 9 8 7 6 5 4 這邊貼出還是有點噁心 我可能逼一個 這樣他貼的話我至少可以搬 噢 剛說就馬上來 欸等一下 我突然發現搬的時候 他剛才也不知道能不能搬耶 我打完的話 這邊有一個一口肝 所以他剛才其實可以搬 噢 他這個可能也 直接反應就跳出去了 他剛才其實可以搬了 不然我也就活出去 其實 他應該也拿我沒什麼辦法 現在開始讀秒 我看一下喔 這邊繼續貼應該還是可以 不過貼他如果猴一個 這是什麼 我敢硬肩住嗎 還是說貼他會用跳的 這要考慮一下 先貼一手肯定是可以 因為他斷的話我挖打完打 直接一口肝 直接一口肝 真的是用跳的耶 這個跳 真的是有點噁心 這個還是有點噁心 我看一下 硬包住感嗎 主要是因為他這邊藏進去 我得大飛 那這樣這邊有欠一個斷的問題 9 8 7 6 5 4 3 2 1 我先挖打一個 他貼下 欸貼下 我如果 他這邊等於有個瞻的先手了 哇 他這個瞻跟虎都先手 哇 那我真的不行 除非他這個立下我不殺他 不過這邊現在有一個斷的問題 所以 8 7 6 5 4 3 2 1 我這邊有點失分 哇 這個尖 這個尖 好像也不是好騎 哇 還要給我搬過來 哇天啊 腳上味道比想像中還要 還要臭 既然腳這麼臭 那我就不殺好了 我直接殺他外面 如果腳味道這麼多 那我乾脆不殺了 我直接吃他外面 腳也沒那麼大對吧 我如果把外面全幹掉 那 他他也沒有比腳還要小 那就硬站住我就虎住啊 他這一串又是什麼意思啊 要比氣我絕對不會輸 對方好像都有點 下的有點 下的有點 下的比較快 他沒有想的非常清楚 嗯 這個在虎住 這個斷 真沒事啊 雖然他這邊有個可以度過 但是我如果把他這邊幹掉 就把他這個四顆斷掉的話 他他眼味就不夠 即便可以度過眼味也不夠 還說他現在用這種什麼 什麼虎一個 還是虎這個 那都沒有什麼用 那都沒有什麼用 沾住 莫非還想要跟我 中間這個大塊比氣啊 這就有點誇張了 都印住吧 還真想比氣 這個我印在哪邊會比較 比較穩一點 吃住會比較穩嗎 還是 不要 不要翻車都行 站住好了 沖一個 這不是藥紙啊 這不是藥紙啊 這一坨被吃了是沒什麼東西啊 哇看來對方果然還是下的有點太快了 這個直接跑出吧 哇他這邊都有點做困獸之鬥了 還要跑 飛一個 飛一個 夾 半瞻就好 5 4 3 在跳出的話 那我這邊 收個氣 這也沒什麼東西了 這邊 喔該不要做個結吧 天啊 哈哈 都被他想到了 不過這個 從這邊打進去的話 他應該是 打這個之後眼位也不夠 頑強開結 不過這都假眼啊 我其實沾住就好 好 應該比較沒有可以拼搏的空間了 應該比較沒有可以拼搏的空間了 好對方投降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 那最後用高級決議復盤來看一下剛才對局 先看發揮水準部分 其實雙方跟AI的穩合度都在五層上下 那前兩項加起來呢 也各自都在80%左右 那失誤的話 我本來以為這樣的亂戰的格局可能失誤會比較多 不過其實也還好 那壞期整段的話就是有幾手期都降了一二十%的勝率 好那從頭來開始看 一開始比較重要的是在左下這個定時啊 那打吃完之後呢 黑棋這邊變招了 因為這裡 常見還是用貼或者尖的下法 那黑棋這個飛 還是掉了一些勝率 那飛的話 白棋尖出是首選沒有問題 那黑棋這裡可能應該走左邊跳 那麼白棋貼的時候 黑棋再跳出 那麼白棋這邊戳過來一樣是這個棋型的要點啊 好實戰黑棋尖也是掉一些勝率 那麼這邊這兩個貼我可能就有點分不太清楚 可能還是這個貼過來會比較好一點 那貼的時候 黑棋跳完之後 這邊比較重要是說 決議認為黑棋左邊不應該併 可能應該走下面 可能是因為這個決議比較看重說 即便黑棋左邊併了一手呢 其實這裡它還是有一些這個味道 點完之後跳一個 那麼這後續還可以再飛出什麼的 我們後續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是它這個併完 其實左邊還是蠻有味道的 那倒不如先不補 直接拆下面 畢竟這邊如果不走的話 被白棋點過來也是蠻痛的一個點 所以它這裡就先走 那白棋這邊也沒有去做什麼衝斷 或者是直接點過來之類的 而是逼在這個位置 那麼讓黑棋自己去補 那麼白棋再飛過來 就把這個子給制住了 那麼黑棋這邊可能會拐出做個攻擊 那麼白棋再跑就好 其實白棋中間這塊也不難跑 那左上先撈一票 不過當然這邊拖完再搬也是還有味道 但是至少先走過來把黑棋左邊正式給破掉 那至少是說黑棋這邊呢可能應該下面先拆 左邊的話它即便再補一手 其實味道還是很多 那倒不補補補 不要去補 那這邊點過來首選 不過它這個爬的時候我實戰可能長不太好 應該跳比較清零一點 然後挖斬我這樣粘住 它出頭 那麼後續這樣直接大跳 這樣騎行應該是更理想 其實實戰我這邊走不太好 就是說 它這個騎行上 我這個尖的騎行其實不好 我這裡應該先繼續往前走就好 它這邊應該還是會繼續出頭 那我就走一個這樣跳住 連接是更好 因為實戰這個尖 我本來想說衝我就虎就好啦 衝感覺也不太嚴厲 不過這個斑的話倒是非常嚴厲 我忽略掉這手斑 或者說一開始衝的時候 我可能就應該這樣跳就好了 這個連接會更好練 那倒不如一開始就不要尖對吧 一開始就不要尖 直接走這個跳應該是更好 那這邊它可能應該貼過來 因為這個掛腳的話其實 本身缺陷比較多 那這個貼的話 給白旗這裡施加很大的壓力 這邊白旗如果不補就可能會出事 它不一定用衝也有可能 衝應該還是最好 當然有可能跳或者長什麼的都不一定 總是味道很差 那它這邊白旗馬上透過斑完連斑去走起 實戰它這邊拆過來掛腳的時候 甚至決意是直接推薦我沾住 那這個沾住的話 看似好像有點慢 但是它其實是同時瞄著兩邊的黑旗缺陷 因為黑旗這邊如果被打入的話 就比較累了 因為實戰我打入有點沒力量 是因為它這邊貼起對我有點威脅 那這邊我如果補乾淨了 那再打入就比較有力量多了 它這整塊如果後續被我點進去 那整個根據地都會出問題 所以這樣的話 黑旗這邊應該是非常難受 那這邊G1的變化圖 它是優先補下邊就貼起 那不過這樣左邊這三路再打入 它還是會有問題 就像我前面所講的 這個點完再跳出 先點一下這個 然後點完跳出 這黑旗左邊會被搜刮殆盡 這白旗火形沒有問題吧 那黑旗整個空就被撈光了 而且甚至有可能會浮起來 因為下面眼位幾乎都快沒有了 好所以這首旗真的有點後中仙的味道 看起來有點慢 但是其實呢 它是先扎穩腳步 後續就要打你左邊或下面 蠻值得欣賞一首旗 實在我完全沒有想到說 可以在下面去洗啊 就想說直接衝斷 就把它那個破一破就感覺不錯了 但是其實 我應該還是這時候可以走這種點的東西 這樣是會更漂亮 實在這個 走完反而勝率降了 已經掉到 掉到甚至50 50都快不到了 好那這邊G1還推薦我用靠的 它是覺得我打入還是一個失誤 這邊可能用靠的話 也是很漂亮一手 因為它如果要搬 我們就跟著它搬上來 它由於這邊的牽制 其實它騎型很難下 那它這邊先衝 那不過這邊我們就跳 其實都能應付 那搬我們就搬 那這騎型它很噁心啊 最後只好從下面去打過 然後這樣還可以摘掉 或者直接粘住 應該是會粘住 這樣子明顯是很舒服的 這個靠好像很漂亮 因為它不管上班下班都不對 因為下班我也跟著搬下來 你這邊有充斷的牽制 不好下太難下了 這個打入反而被它貼起的話 反而黑棋勝率已經佔上風 因為這貼的話 這個衝很嚴厲 那這裡 這邊倒是還好 決意一直推薦 黑棋應該趕快來衝幾百棋 衝的時候我也是應該用跳的 因為實際上這個虎太臭 這個衝如果跳的話 暫時能扛住 但是總之騎型還是薄 這個衝過來之後 我整個騎型還是薄 像它這邊就一直推薦黑棋趕快去衝 你看這個 即便跳的話 黑棋還是繼續衝完斷了 還是蠻嚴厲的 這邊如果白棋吃的話 黑棋可能就把兩顆給棄掉 這確實黑棋兩顆是會死 但是白棋這個被人家打完打 你這個即便吃兩顆 有可能反而變更重 這個不知道在哪邊 總之這白棋 黑棋可能會更重 可能沾這邊比較好 那這個搬出可能會有一些味道 或者也許 也許不見得把這個硬沾出去 強攻白棋 也許是逼迫白棋 還得透過這個打穿吃 來讓自己去做火 總之就是 黑棋去做一個棄子戰術 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邊決議是認為 他白棋倒不如不吃 白六繼續長出 但是這樣的話中間會不會打斷 確實這邊被衝的話 還是蠻有保衛 那黑棋拖這一手 在勝率上 決議認為蠻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拖完 其實對自身的 對自身當然是有點幫助 但是明顯是傷到這邊的 多了這顆白棋之後 馬上有衝斷的問題 那這太傷了 還得夾一個 哇那這個 還不如不下吧 對吧 實戰走到這邊 白棋佔據上風 不過這裡決議是推薦我 其實應該簡單趕快把它吃掉就好 這個一幹掉實地的巨大差距就突顯出來 那他這邊 總不可能左邊 左邊他不容易吃掉我 那如果只吃這塊的話 其實白棋完全不怕 因為 剛才的得力太大了 你要只吃下4顆的話 其實我這 簡明跑掉我一定是佔上風 那我這邊繼續跟著他走 反而就會走亂了 被他搬出 反而變成說不好 沒有那麼好走 那我這邊也是應該簡明氣掉就好 我這5顆還硬要跑 這個有點不簡明了 如果他藏出其實 勝率會 又不要拉回去 我其實就打掉就好 打掉右下趕快一吃 那5顆就是氣掉 那中間這一塊 這塊其實不難跑 所以這跳出不簡明 那這邊經過一波交換 其實都是不簡明的下方 硬要跑這塊 因為我那時候是想要 還想要威脅他這個 但是這都會 我那時候都不簡明 總之這一串很有問題 所以勝率又被拉回去 但是後面黑旗 比較沒有把握一些機會 那當然過程當中 像我這個長可能都有問題 我就打過去就好了 打算粘住 這樣應該會更厚一點 那過程當中黑旗 這個旗拐就不好 因為他拐在這裡的話 是還帶著 帶著等於是把這顆子給吃掉 因為白旗不能沾了 這一撲接不歸很明顯 所以他這拐的話 同時也補到自身連接問題 因為實戰實戰後來 他還自己多花一手回去提掉 因為發現這一沾的話 下面整塊會死 所以這個 這個起等於 拐一個明顯是一石二鳥 是更好的 這個如果被他拐到的話 那勝率又拉回五五開了 即便我吃到這個 但是他有可能會 會把我左邊攻得很慘 所以這勝率等於 又拉回五五開 而且前面這個 我沒有去打算沾 這他還有可能去貼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 白旗這樣下就很有問題 結果前面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五顆 我就趕快應該棄掉就好了 那黑旗比較可惜 沒有把握機會 那在他這裡長的時候 我趕快把握住機會 把他這邊給幹掉 但是這裡我可能還是應該沾比較好 因為沾在這邊的話 撐得有點大 他其實 這裡如果斑的話 其實味道還是有 可能應該補在裡面一點 然後這裡的話 這個貼的攻擊 可能也不如這個 正的攻擊方向 這樣的話可能也還有的攻 這個貼的話 被我這樣 這個溜出去 然後他還得回來走一手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前面應該用拐的 這樣這邊白旗就沾不上了 他這實戰等於說 這邊還得多花一手旗去 把這個提掉 那就差多了 然後後面的過程當中 就比較沒有懸念 因為白旗把這一整條一跑掉 那右下的利益呢 就非常大 所以後續的過程 就是白旗把這塊跑掉 那黑旗確實也比較難攻 那麼白旗就穩穩佔據優勢了 好這半旗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